特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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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明期结束之后 特首一人选战 正式开始 特首有期望很小心 他在旁边也没机会说 因为那天去削太网 两次的转发 每次就说两分钟 到最后他都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三十页的竞选政纲 概括成四大功领 到今天这个政纲最后拍板 都有将近二十个版本 今天那个选举工程说什么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是不是真的很认真 照着他这个四大功领 去写未来五年的施政报告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出现一人模式 李家超首持786张提名票入閘 已经超过1500个选位的半数 有别于以往次热的选举气氛 今届选举没有辩论 大部分竞选活动变成闭门会面 或者是网上交流 这场亿人选战 李家超如何争取普罗大众的支持 我决定参加第六届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 上个月李家超宣布参加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 之后正式开展马不停提架选举工程 最忙的一天曾经试过连踩十场 从友谊出来参选到宣布到投票 都是一个月多的时间 时间就比较短 但是那些工作就很紧逼 李家超提出三大施政方向 其中一句以结果为目标 他经常乖在嘴边 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说 连竞选工程都要讲效率 希望有有限的时间 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 最有效果的就是通过网上交流 一次可以看到起码几十人 还有听到一些人有什么具体的意见 而且你可以连续地开完一个一个 每次一个半钟 三个星期之内 李家超和近二十个政商界团体会面 又开了十多场网上选委交流会 非建制派立会议员迪志远是选委之一 他参加了两场网上交流会 例如我第一次被选委 我们很认真对待 我们前一天 就整班核心成员开会讨论 两个多钟头 就计算了一个点问 事前准备两个多钟 发言时间就只有两分钟 你是怎么可以落实《基本法》 说明的双补选 我问主要是一个政改的问题 就是怎么处理政改 《基本法》 说明双补选是怎么落实 我很用心想了一个问题给他 我希望他多多一个回应 问完之后 他第三个又发言 第四个发言 到最后他都没有回答问题 迪志远说 理解交流会参加者太多 时间有限 所以未必能够回应 他又打算邀请李家超 参加他们搞的 网上政改沿途会 我们做了封信 邀请信 我用WhatsApp 给他们的选举代理人 然后选举代理人 就通知我 你找谭智元先生 我又传了个封信 给梵智元先生 他就会参加 看来他最少 现在未必能够回应群众 多了 这日迪志远 和新思维成员开会 讨论如何搞政改研讨会 他们希望李家超公布政綱之后 会有多些时间接触群众 你听不听到他聘请什么人来 没有 梁美芬本来明天 明天早上开会 他就随私会 要他听政说 但我没有邀请 跟区员对话 由地方行政至商务选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看法 他可以让一样 node 但也可以让一样yes 也有个说法 他不出席 我们会否也考虑 我们做一个公开的研讨会 自己教 他不出席 我们也自己教 空凳就空空空空空 迪志远强调 特首选举 不只是1500个选委的事 他认为 争取全港市民支持 是后装人的责任 你拿到千多人的支持 是你会赢的选举 但是你将来如何 推动社会对你的认同 或者对你的良性的互动 就要靠你去面对群众 负责这个研讨会的 王俊朗不是选委 他觉得要接触到 今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 非常困难 对于我们这些普罗市民来说 就有点力不从心 是你找我 你给我 但是你给不给我 我是以读不回 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 我觉得沟通是双向的 单向式的沟通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谭耀宗透露 竞选办透过手机通讯程式 电邮、信件都收到大量的 团队会将意见分类 部分会写一集 叫给李家超看 有些我们将他转给他家超先生 另外有些就给正刚的起草小组 有些我们打算处起他 等当选之后 再交给新一届政府 基本上是给他的 大家都已经给他的 但他都未必能够全部看完 公布正刚之后 李家超说 会有多些乐区活动 在我今次的选举工程里面 我最大的目标 是争取大家 认同我的施政理念 和我所做的 在正刚里面所说的 方方面面的政策目标 当然选票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是一个强心针 是一个认同和支持的 但更加重要的是 我是争取市民的认同 五一劳动之家旗 李家超竞选白团队 安排了三场乐区探访活动 谢谢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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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第二站 是来这个社区中心 和义工队会面 小心 好 这个 机构的负责人说 事前四天才收到探访邀请 我是收到选举办 即李先生的选举办 那边同事的电话 他说看看 5月1日那天是劳动节 看看我们洛群这边 就是泰和这边的中心 能不能够安排到一些义工 到时就和李sir聊聊天 首先就是看起 有没有这样的义工 他有这样的时间 和也乐意回来 大家聊聊天 这个是第一时间 因为都很急 基于保安理由 竞选办要求事前要保密 三个义工去到当日 才知道嘉宾是李家超 即是当日 当日知道原来是李先生 也有些紧张 我感受到他们 展发组义工阿竹 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李家超 觉得他真人和电视上的印象不同 又问他们不同的发型 又怎样展发 他都有兴趣 问这件事 又问一下 如果我的头来 你展又如何 都很轻松的 因为电视中 只是看到他的样子 很难得真的亲自 坐我旁边来和他聊天 我觉得他都很亲切 很有耐心来听我们说话 李家超问了他们 做义工的心得和感受等等 阿竹更想和他说这些 希望做到爱民如子 可以体察到人间的疾苦 帮下基层需要的人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我亦都希望未来特首 可以将这个局面改善一下 整个探访活动 只是历时二十多分钟 阿竹的心声 最后没有说出口 其实特首有期望 我实在想 他在旁边我都没机会说 因为那天他实在太忙了 就是说一下我们的义工中的 运作、感受、得着 已经二十分钟就完了 回到去都觉得好像很遗憾 而黄曼城事先已经准备好 要和李家超表达的意见 我觉得是有一些影响出了来的 第一 对我们的义工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另外他也是 我觉得他有真的听我 当时面对面、近距离 说了我只是那两点 就是关于义工那里 和一些有时限的服务 如何常规化他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那么近距离 直接说到意见 近四个星期的选举工程里 李家超超过八成半的活动 都是建选委 或者是政商界团体 而落区就不够十次 市民的接触面不够广 怎么可以争取市民支持 其实你永远都接触有限 很多时候就是靠媒体 比如透过电视电台 把讯息发放出去 通过社交媒体发放出去 谭耀宗承认 今次一人选举在武竞争之下 选举的气氛冷淡 市民的关注度不高 但他认为影响不大 希望带出这个气氛 正如李先生的口号所说 和为香港开新篇 大家一起通过这个换界选举 营取一种力量 大家团结一次 为香港创造未来 你自己感受的气氛做不做到 我觉得还是好的 支持李家超 支持李家超 多谢大家 投票前两天 李家超邀请竞选办主席 和顾问团 选委和地区人士 合共一千四百多人 出席见面会造势 如果我当选 我将会带给大家一个 会做事 做成事的政府 李家超得到的 提名票总数 已经足够当选 投票日的得票 相信会更加高 到底有多少票 我觉得 都应该是得高票 不过我希望它是极致高票 我觉得 李家超先生 可能会得到 大约百分之九十 选票一点都不奇怪 正式选举之前九天 李家超终于公布竞选成纲 是否满足到各界期望 我们下次再看 宣布参选三个礼拜之后 李家超发表全文九千多字的竞选政纲 香港人最关心的土地房屋政策 未有惊喜 大部分和林郑月娥 甚至梁振英当年的选举政纲 都有类同之处 李家超经常强调自己目标为本 重视结果 是否能够有更强的执行力呢 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 李家超先生盡场 有请 李家超举办政宫简介会 提出未来施政的四大纲领 第一是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 第二是在土地和房屋供应方面 要是提速提效和提量 第三要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强调持续发展 第四要建立关外社会 重视青年发展 最初没有四大纲领这个说法 最初是叫三加一 到今天这个政纲最后拍版 final version 都有将近二十个版本 写成这本有三十页页 九千字的政纲 有四个最大的幕后功臣 主筑肯定是黄元山 因为牵涉到很多房屋 土地和金融都会比较熟悉 科创就是 德品会比较多些 教育会比较多些 而鲁sir也是一个统政 想想如何将一些政纲的点 甚至甚至向传媒发放一下 或者是如何将包装得漂亮些 神剑勒佛尔和中学校长邓飞说 政纲组要随时后命 解答李家超的问题 其实还紧张 我常常有意无意 就要钉着电话 我就很怕他会突然打电话来 但任何一个人 我认为你多通才 你不可能四十个界别的政策 你都是疗如指掌 所以如果是打电话来问 我就肯定是 我觉得是比较急的事情 他可能要某个政策范畴了解 那你就要尽快三年两月 先给他的声音 邓飞说虽然李家超不用真正落不捨政纲 但所有的构思他都高度参与 其中解决夸待贫困的千人计划 正正是他自己的想法 都问过了我们政纲草耳的人 到底这样合不合呢 到底是放在哪个列宁段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到底是由哪个部门负责呢 教局 民政 还是社署 他会讨论这些事情 那他就很微观地参与其中 这个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另一个李家超的构思 是提早上公屋计划 但是说到其他的土地房屋政策 本土研究社的陈建青就认为 是救调重弹 最新李家超的政策 基本上就是沿用 现界政府的发展概念 无论是会说可能自业低调 大部分的一些 现有的土地房屋政策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新意的 四大纲领的其中一项 是以提速、提效、提量为目标 增加土地房屋供应 当中有四大核心政策 包括是精简程序 加强统筹、多元发展、基建先行 全部都是现界政府已经提出 甚至是在做 整个土地房屋的深层次问题 其实不是在于量 和不是纯粹可以简化成为速度的问题 其实可能牵涉整个政府 可能土地发展的思维 是否为了靠卖地去获得收益 而牺牲了可能市民的居住成本负担 这个深层次的问题 但是你看到现在的政策 好像没有具体的目标 甚至可能都是援涌于 既有的政府的一些措施 即没有一些体制性的改革 邓飞认为 就算政府缓届 政策也要有延续性 政策有一定的传承 就不可能每届新政府上任后 就翻天覆地 一切由零开始 就不少会这样做事 所以既要有传承 也要有新意 也要有亮点 一班受元朗南发展计划 影响的公安路居民 在尼加昭的政策就找到亮点 他的政策里头有说 重视居住 和寮屋居住 中地凌卫者 鱼龙户等 他都有说 我希望他在纪录户门 说到做到 这个是寄以厚望的 元朗南发展计划 或从2012年开始研究 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 开始收地 公安路居民组 是有一帮受影响的地主 租客和棕地作业者组成 政府就说土地很珍贵 我们的土地更珍贵 我一生人只有快土地 第三阶段拿来建什么 建低密度住宅 建别墅 不公平 我们要求就是公平两个字 何先生说 大家的诉求很简单 都是想有合理的安置 之前没有部门 愿意跟他们谈 李家超的正刚提到 在收地方面 协调各部门 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协助重置和合理赔偿 原土地使用人 虽然没有说到 和现有的赔偿和安置安排有什么分别 但他就认为李家超愿意解决问题 我只是要给一些地方 我自己建一间房子都说不行 你要我出去买一万多元就是你的地方 你也要干支那些中地作业者 主要是你能够让我安居 他们多次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落区都没有回应 他们期望新人士有新作风 李家超会体测民情 如果李先生进来 我们欢迎 他肯接约我们 拿起来 至非他像现任特首那样贵人事忙 早前李家超忙着建选委 争取提名票 90个立法议员里面 只有3个没有提名给李家超 包括是田北辰 不过他说 如果李家超一早公布这份政綱 他一定会提名 他将青年人向上流动 这件事摆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地位 无论他将来有做没做做得好不好 至少他写得出来 那已经拿了我一张提名票 最令他失望的是教育政策 因为没有提出他最重视的课程改革 跨代贫穷就有个叫试验计划 其实我觉得那些就形式上 没有什么意思 搞Menta 一千人的计划 这些意见是谁人都给到 但那些是治标不治本 治本是要动的教育制度 是讲课程改革 这些是大手术来的 那他有没有勇气去做大手术呢 这个就要看了 竞选团队一早放风 说政纲只会写方向性的目标 田北辰就希望 新政府上场之后 尽快将细节填充 如果以结果为表 我希望他将来记得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时间表 要有路线图 被人全民监察 你有没有留意过去的政府 一样东西都说我会做 但没有时间表 当你说你会做 你没有时间表 那即是怎样呢 我又没得监察 立法会又废了武功 一等就等十年二十年 整体来说 田北辰对李家超提出的 四大功领非常满意 今天那个选举工程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很认真 照着他这个四大功领 去写未来五年的施政报告 今届选举只有一个候选人 是不是就有绝对的优势 拿到一千五百个选委 绝大多数投票支持 而高票当选 答案明天就会揭晓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下个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